那我们继续的要来请教专家了 资深分析师廖又章 大张老师早安 大张老师呢 最大的优点 最大的常财 就是帮大家抓出主力分点的股票 那最近呢 其实在上个礼拜二 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你就有跟大家介绍3060的名义 这档股票 虽然名义现在在回跌修正 但是礼拜二介绍 礼拜四就发动 所以主力也从二十几块 拉到了三十几块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的话 有没有一些主力 其实还没有出掉的 还在场内蹲点的呢 矽光子的筹码就很重要了 因为这也是多头的指标之一嘛 昨天好多的矽光子杀下来之后 今天的目前呢 我们看几档的股票呢 好像卖压就没有昨天那么沉重 还是有红的股票哦 像是普安 联军 尹威跟创威 那我们从筹码的分点 帮大家来做厘清哦 大张老师我们一个一个帮大家来看 昨天到底是谁杀了这些细光子 那到底是不是会再买回来呢 像是联雅 印太 华星光 就有凯基的身影 不管是凯基台北还是凯基战前 昨天最大的卖超分点 就是这几个券商 还有联军是原付证券的分点卖下来的 卖超了755张 其实张数都不多 但是呢 主力加加种种加起来 这个卖压呢 就形成了昨天的黑K棒 第二页当中主力昨天有在卖的股票 包含了上全 重达KY 光环还有利基 但是这个筹码分点相对来说就比较乱的 摩根大通小摩有在卖方 另外还有赵峰新竹跟玉山景美 也有站在卖方 那大张老师从这两张帮我们来抽食剥茧 哪些是主力可能会自救的股票呢 好 我先说一下 那我们先从加全指数大盘关盘的重点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在上次上节目的时候呢 我就有提到了 就是10月17号台积电法说会 跳空的缺口 两万三千一百点附近 这个重要的关卡 只要一跌破之后 加全指数整体上面就会转空 再加上昨天外资的进空单 讲近四万口 所以呢今天在跌破了两万三千一百点的时候 而且甚至呢又在跌破的月线 所以呢这一批的都是外资准备 认为有空单的风险 那你觉得支撑在哪里呢 支撑的话 来我们看一下往下的一个 所谓的半年线 在两万两千两百六十点附近 所以这个点位才会有支撑 或者是本周五 大家观察一下 本周五晚上有重要数据 就是非农就业数据 如果这个非农就业数据 公布非常的好 合乎于市场预期 让美国没有高失业率 导致停滞性的风险的话 整体就会带动起来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 大家要观察的是 主要是市场的氛围 如果市场的氛围好 那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带动 那如果说要进场 开始分批进场 这个所谓的低价位的一个 蹲点主力可以自救国 我们可以看一下 4979的华星光 那华星光呢 其实它在主要受惠期下 有100G到400G的光收 光收发器的一个出货 还有云端800G交换器 准备要出货 今年2月的营收见底之后 持续到9月的营收都持续增加 而且它今年的第三季 七八九月都创今年的最高点 所以呢 它现在的股价真的被低估了 而且主力现在的大户的一个成本 大概在130块钱左右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收盘 在138附近 大家可以来做一个分批布局的一个进场 还有再来另外一档就是我们的系统 2363的 那系统呢 它9月的营收月增了7倍 没有错 是716% 主要是先前并购了连锦半导体的业绩 那再加上它今年的8月6号有公布 他们要再并购6457的红康 那后续如果完成的话 它的营收的业绩会再增加出来 所以呢 主力的成本呢 也在75块附近 那刚好今天的股价就在附近 所以我认为各位观众朋友 也可以来分批进场做一个布局 那未来的部分 等待加权指数整体的一个行程完成之后呢 很有机会再带动一个整体的业绩上场 那现在的系统的营收 真的就是被低估还有股价的部分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男子店 男子店这一档 它从底部主力大户蹲点之后呢 它的主力的成本在50块钱左右 现在呢股价在51.8 所以相对来讲之后 拉起来做一个回档整理 也是很好分批进场布局的点位 那最后一个佳能机器人概念股 那这一档呢不管是车用 还是我们说的机器人 它最重要就是它的眼睛 那佳能的部分呢 很适合来做一个这个 那它的大户成本呢 大概在70 48元左右 那现在的股价呢 刚好也打在47块附近 所以我认为呢 大家可以分批进场做布局 那当然还是要因应整体的 加权市场的走势 再来分批进场布局 进出点做好控管 我认为这个才是 接下来操作股票最重要的地方 好谢谢大张老师告诉大家好